太平洋島國論壇峰會7月12號在斐济開幕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通過視頻參加 承諾美國計畫在未來十年內 向太平洋地區提供6億美元的援助 制衡中共在印太地區擴張的野心 賀錦麗在會中宣布 美國將在吉里巴斯和湯家新設大使館 以及任命太平洋島國論壇特使 並承諾向論壇漁業局提供 一年6千萬美元的經濟援助為期十年 賀錦麗在視訊演說中撼批中共 當我們看到不良行為者 試圖破壞以規則為本的秩序時 我們必須團結一致 不論是在這個區域或世界各地 美國相信強化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非常重要 我們將會捍衛它、推動它 並在這項基礎上持續發展 這個太平洋地區就在第二大火線和第三大火線之間 那麼中共它現在要突破第一島鏈 要把它的軍力進行亞太和全球的投放 特別是要對美國進行近距離的核威懾 那麼它都要把藍泰這塊地方 作為它一個戰略重點 它的野心在藍泰這塊暴露得無疑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6月接連訪問太平洋小國 中共原計劃要與他們簽下一連串的經濟與安全協議 結果被這些國家通通拒絕 她現在也開始採取回防的做法 賀錦麗承諾 美國將智力協調 以透明和建設性的方式與太平洋島國合作 儘管賀錦麗沒有點名中共 但她呼籲各國必須團結一致 反對破壞國際秩序的行為 她都放鬆了 忽略了這個地方 中共有機可趁 那麼現在中共在這麼加大投入之後 也會刺激美國在這方面繼續投入 這次論壇也是所羅門群島 今年稍早與中共簽署 具爭議的安全協議以來 太平洋地區領導人首次會面 對美國而言 是一次成功的外交出擊 因為中共並沒有豁邀出席峰會 另外 在這次論壇過程中還發生一段插曲 13號舉辦的一場會議中 賀錦麗針對漁業議題發表演說 當時兩名中共使館的五官身穿當地傳統服裝 企圖假扮媒體人員混入會議 被眼見的外媒記者識破 遭到警方驅逐 據瞭解 英國《衛報》記者莫沃諾一眼認出 這名不訴之客是中共駐斐基大使館的一名五官 因為他跟這名五官至少互動三次 包括上月中共外交部長王毅訪問蘇瓦期間 記者被趕出活動現場還被禁止提問 這名五官就是把我們趕走 並下令其他人驅離我們的官員之一